兩岸一家親啊 让我们能维持经济跟家计账就好了 政治跟我们农民完全没关系 我先弄 石斑鱼曾经是台湾重要出口的农产品 2010年列入ECFA早说清单 2015年出口大陆1.35万公顿 约占总出口的79% 将台湾养殖石斑活域运输 推向高峰 不只是酝酿 更是价格 石斑鱼是高经济家属的鱼 以前不是说100块钱 一斤400块钱 一斤400块钱 很贵的嘛 石斑鱼致富苏油甲 形容当年荣景 石斑鱼99%销往大陆 鱼还没养满十个月成熟期 贸易上造就首本钞票 急于垂货 我们要照顾 那些关税 关税给我们买 减十% 减十%呢 减十%坚那些很大 外交如果不走 不贪 刚才本钱卡路的那还要了解 辉煌时期每台金460元 如今石斑鱼跌落神坛 和两岸关系扬化有关 在大陆宣布终止 ECFA石化产业的关税减让后 下一个制裁的是谁 农与业者刺利蛋 单方面的浪粒呢 从2021年开始 这个浪粒 这个东西就慢慢怎么样呢 消失掉 这个禁止 这个石斑鱼 禁止所谓的凤梨世家 禁止凤梨 你大概可以看到说 中国呢 尤其是农产品浪粒这一块 几乎快已经停止掉 2021年之前 石斑鱼外销大陆的产量 占总出口比重 仍高达9成1 受疫情影响后 才降到低点 出口量大约只剩2分 2022年6月 大陆以减出禁药 及土煤素超标为由 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 导致渔民大亏本 价格跌到每台金90元 一年后 大陆终于同意石斑鱼进口 扶过全台景线7家养殖场 我们要做很严格的整改计划 包括从余苗的选择 用药的管理履历 每一个养殖池 甚至于是搬运船 总部你要搞台独 他要叫他买你东西 苏清泉说 他接受屏东移民请托 多次奔走大陆沟通 从建立产销履历 竹池管控 种苗管理 水值记录 都必须符合对岸标准 还得经过屏东科技大学监控 层层把关 只有7家养殖场 审核通过 这段辅导改善养殖的过程 不靠政府都是自己来 台东的凤梨世家 也是依循这个模式 成功重启输入 凤梨世家 获准重新输入的 在台湾有14位农民 3家的一个包装厂 25家果园 除了说有生产履历之外 你的包装厂 要经过台东县政府的一个申请 由台东大学来协定包装箱的一个制定规范 审核完以后再汇整送到大陆去做这个申请的一个登记 这个方式其实也是符合WTO的一个规定 所以以后 它只要开放某种农产品进去 它就按照这种规范 从这点你可以看到 它跳过我们的农业部 农金博士杨昆丰表示 农业部官网虽然有外销供果源系统 但是并没有实质审核制度 才会导致与大陆无法对接 去年3月台东县府甚至亲自率团前往北京 说明品质改善计划 在这一次的研究里面 其实就主要是针对这一个 找了我们三家台东最大的集货厂 你们的报告我都看了 很认真 很认真 他们还是提出了很多他们的疑虑 我们后来回来之后 也把相关的资料再补给再送回去 我们也希望说整个外销大陆的市场 还是能够被重新打开 凤梨市家以甜度及特殊口感 收服对岸市场 每年销售额超过13亿 全城时期传地价1公斤可达130元 而大陆拒绝进口的理由是戒壳虫 农民似乎不太认同 戒壳虫好像大陆也不少 大家都有就 可能也不好说是 真的是这个问题 刚签ECFA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很多大量的农产品 进到大陆去的时候 我们台湾其实很多农民 很简单的一个箱子 就可以把它装进去里面 然后其实还没有经过检绿都无所谓 因为你可以补单 其实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农产品输到大陆 其实完全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像检疫方面 快速通关方面 还有所谓的绿色通道 现在麻烦就是说现在大陆 现在开始走向 希望两岸走向贸易正常化 过去可能在这方面比较松伤的部分 它也会开始做严格起来 你看到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它对于之前先砍杀的台湾 很多的农产品不能进口 但是它后面又开放了四家跟十斑鱼 然后我听到的部分就是其他的可能也会慢慢开放 所以它是一边紧一边松 因为农产品它虽然它的贸易量很少 但是它对整个的政治影响力是很大的 那我们看到那个农业部的那个说法的话 好像他们对于这个回复出口并不是很乐见 这个是蛮奇怪的 当大陆开始检讨ECFA 回归正常贸易不再让利 未来只会重商农产品 农业部强调 鸡蛋不能放在同个篮子里 幸好早已分散市场 目前八成的生鲜水果转为国内销售 外销的部分也开发日韩欧美等国 大陆早就不是主要市场 那他举了几个例子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就他讲说我们现在分散出口 石斑宇来讲的话 现在那时候是属于一个暂停出口情况下 但是他还是大部分是透过香港 转运到大陆市场去 2022年就是说他的下半年的时候 香港的出口就暴增 然后到了去年的话 2023年的话就更明显 所以大家已经忽略到说 其实主要我们还是以大陆市场为主 只是说它是透过转运的方式 不只香港根据农业部统计 石斑云外销美国的价格 每台金14到19美元 远超过销往大陆的6到9美元 显示外销转股成功了吗 美国的话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是 在2022年的话 总出口也大概才71公顿 我们想想看我们当年在最高的时候 在2014年的时候 我们一年出口1.4万公顿 所以它这么少的那个量 它大概只占我们总出口1% 所以你说这个最转移出口实际上很有限 将这些东西销到更远 销到美国去 销到加拿大去 销到澳洲去 到当地其实价格都非常高 所以政府你还是不得不踩 这个运输的补助 包厢箱的补助等等 所以这些补贴政策并不是一个永久之计 摆脱大陆市场有意义吗 专家并不看好舍近求远 甚至是蔡政府主打 以水果开拓新南向市场的策略 台湾是一个亚勒代国家 很多水果其实是跟东南亚的国家是重复的 所以目前能够销到东南亚的水果 大概是冬天的柑橘是最多了 但是也没有很多 以外国的一个市场来讲的话 要选什么 当然要选价格便宜的来卖 它的一个利润会比较高 所以说台湾在尤其是水果外销 这一块来讲的话 比较不具竞争力 从悬果开始一大小外观色泽 碰干就要筛选分级 因为外销专用必须是最高等级 我们当然是把最好的农产品 然后销到国外去 所以在它的整个外观的话 瑕疵度当然是不能有 然后在国品的品质 它的甜度方面还有口感方面 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 海外的消费者 他们现在对于来源果的 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 也特别的重视 我们都会有一个台湾农产的 台中市政府辅导的一个logo 然后甚至我们会有一个 防伪的贴纸 碰干是台湾独有的柑橘品种 主要产地台中 种植面积2502公顷 产量可达27000公顿 即凤梨 世家 莹雾 柑橘成为第四项被大陆封烧的水果 他们在公布整个要不要采购的 这个决策的时间点 大部分都会在国品将近要采收的季节前 大家都会因因不及 现在ECFA极其可为 一旦终止或全面终止 当初农业18项早收清单的减税金额 至少223万美元 出口大陆恐怕超过一亿一千万 现在茶农也开始担忧 曾经外销大陆4000多顿的产业 由于和大陆同文同种 难保不是下一个经济制裁目标